- 上至天文 下至地理 我是戴力嘎 欢迎收看新闻龙卷风 在这个中天主频道的朋友 可以转到我们新闻龙卷风子频道 也来帮我们冲一冲流量 但是大家可以注意一个画面 我们看到这触控上面 你可以看到 一个歹徒非常的嚣张 手上带的枪还有十几发的子弹 他在当下的时候 子弹卡弹了 警方开了19枪之后 这位歹徒死亡了 因为他是一个抢匪 他本身也是一个 鲁人恶属爱的主角 但是这个歹徒这么的嚣张 这么的狂 但在今天新闻当中 大家就听到 这歹徒的家属就还说到 说 身上被打了19枪 警方怎么可以这样子 你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 如果这个歹徒的手枪 他如果说没卡带 那是不是今天被警方倒在地上了呢 警方本来就该用强势的火力 去制服这些歹徒 要不然台湾的治安越来越乱了 这个案子因为发生昨天早上9点半 首先观众朋友你们要发现 这个时间就是属于车水马龙的时候 上班时间 那他发生的地点也是属于 就是在大白天的热闹的地区 因为他在哪 他在高雄的美术馆豪宅区那边 而且很巧 离阿扁他们家还蛮近的 对 就是你现在看到这个停车阁的位置 就是枪战发生 好 你现在看到是好多的这些休旅车 其实那是真房车 因为警察不可能大大大开着黑白的车子去 那等一下歹徒就知道 所以他开的那个是什么 是我们讲真房车 然后他包抄 中间停车阁有一台白色的 那个美朗的休旅车 他被包抄 X3 这台白色休旅车就是我们现在讲的 被疾病身亡理性嫌犯 当时他被警方锁定行踪 所驾驶的车辆 好 现在这个画面是你看到警察 在帮这个歹徒做CPR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警方找过情知 说这个掳人勒俗的 这个歹徒祖先立先 在这个停车阁 在这个车子里头 那他们四辆车一去 就把他前后左右包 应该讲前后左包抄 因为右边是公园 因为包夹了 包夹之后这部车 他没办法开出去了 对 那就一包夹之后呢 其实警方就有表明身份 所以你在画面当中 应该有听到警察一直讲 我们是高雄警方 高雄警方 然后警察呢 有鹤枪有实弹 也有拿盾牌 因为警察的情知是知道 他有枪的 歹徒算要带枪的 不过他有枪 但他不一定会用 所以如果不用 但是就 大家就不会最后驳火 可问题是 就在这个moment 警察靠近表明身份的时候 你才理难做什么事 他把车窗摇下来 车窗摇下来 他亮枪 车窗摇下来亮枪 刚哥 你想想看 你是警察 当时表明身份 突然他这个车窗摇下来 然后亮枪 那就摆明说 他可能会开枪的 他有这个动机 我想如果按照一般 我们在这个 看到警察和 我们讲的民众之间的盘查 你应该是要 双手举高吧 是 对不对 你亮枪 好 就他亮枪之后呢 警方那时候 你看到他有枪 所以就 气氛很对峙 他竟然就在这个时候 要开枪 但他开枪的时候 他卡弹 所以他卡弹之后 警方那时候 先有对空名枪 明医生 对 这个你刚刚有补充到 那结果看到枪 警方对空名枪 对 那结果他就 歹徒就开枪 但歹徒开了那一枪 没有击发 卡弹了 对 所以他就赶快 他要清枪 把那颗子弹给清掉 那颗子弹退堂之后 他可以再几发 他的弹架有12发 那你这发清掉之后 你至少还有11发吧 是 警察二话不说 就开枪了 从哪边开 来 从挡风玻璃 从窗户 然后 打完毕之后 看内部没有动静 他们还从后挡风玻璃 看 确定没有动静之后 然后就把车门打开 就发现歹徒中枪 那歹徒中枪之后 就连到刚刚你CPR的画面 对 好 这个过程 你知道吗 大白天 在 阿扁总统家附近 美术馆豪宅区 是 你知道那时候 有豪宅的警卫就讲了 说我听到的枪声 一开始以为鞭炮 但后来觉得 这是枪声 哪是鞭炮 马上吓着之后 趴下来了 对 那何况是 刚哥你说这些警察 面临到他辆枪 而且昨天旁边的公园 有路人 路人他们听到枪声 也都赶快趴到草地上 那这里面有一个画面 就是还蛮特别的 就有个阿伯 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想说是不是拍一片 还悠哉的骑脚车 阿伯还这么淡定 那很危险 其实刚哥我比较想讲 观众朋友 其实说真的 我们一直在讨论警察 比方说 前阵子不是有 拖掉车事件吗 是 就我们常常会讲说 警察到底台湾的警察 在什么样的时机点 该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我觉得有的人 可能会要求的 警察好像必须要 很龟缩 要到最后一刻 但有时候我问你 你要到最后一刻 你才能够必要 使用出武力 你有没有看过 已经有多少的警察 像之前铁路警察 在这个里程海 在这个列车上面 被那个歹徒 直接用刀子袭击 对 有些时候警察 他如果说 退缩到最后一刻 他可能自己生命都没了 那我为什么要讲说 你说真的要 到最后一刻 警方要忍无可忍 才能够出手 连那个保全 都是立即蹲下 你要连警察 还要去判断说 我现在是要开槍 还是不要开槍 这个开槍 要哪里开 才不会伤到歹徒 我觉得有点 这个歹徒已经这么嚣张了 他还是个绑匪 他身上还带了枪械 而且他还十二发子弹 他在当下那时候 幸好是卡弹了 没卡弹 今天倒在机上是警察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 对警察那个执勤的过程 有时候不要要求的 好像把警察 要叫他都是神作为 没有 我们还是要为警方 的这样的作为 我们要鼓励他们 本来就是该还击 警察本来就该这样子 除暴安良 这就警方该做的事情了 脱掉车 车停为 红线为停 要脱你 你要是骂王八蛋 那个妇人 你骂什么 不是你骂王八蛋 那我当然要逮捕你 当然啊 OK 那你刚刚是不是讲到说 这个歹徒很嚣张 开创亮枪 对不对 我告诉你 他当时犯下案子的过程 还有拿署款的过程 也很嚣张 我今天特别会想讲 因为我觉得真的是 好像如同那种 我们讲的电影情景 你说像好莱坞电影一般 这李南生前 他犯下的鲁人勒鼠案 原因动机是什么 我跟各位讲 其实他本身呢 就有很多前科 他又吸毒 他进出监狱许多次 对 你知道他当时犯案的时候 他才刚获 就我们讲保释 他被羁押被保释 为什么毒品案 真毒啊 那就后来 他又因为贩毒 被判了八年多 所以他已经即将 要入狱服刑了 所以这个时候 他缺钱买毒 他又即将入狱服刑 你是他你会怎样 他就恶向胆边生 心意狠 想说做一条大的 他当时掳走的 这个年轻的富商 他是在1月24号 然后在半夜三点多 他埋伏在一间按摩馆 SPA按摩馆 然后看到那富商出现 就把他直接三个人 拿枪把他抵着上车 上车之后呢 车子就开始在嘉义的 铺子开始绕 他绕去哪呢 应该要绕荒郊野外吧 对啊 没有人最好 那最安全的 对 你不会 不会有监视器拍到 你会不会绕去法院 当然不会 白痴才绕去法院吧 他绕去法院 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好恐怖哦 这歹徒的 还是真的是够胆大的 胆大 他绕去哪 他绕去铺子 国民党 加线党部 车上有枪 有钱科 车上还有肉票 跑去嘉义县党部 再绕到嘉义县议会 再跑到嘉义县政府 对面什么 法院 油局 环保局 卫生局 国税局 消防局 他在这里 干嘛 喂 你们儿子 在我手上 三千万 不然 就是直着进来 横着出去 恐怖 三千万台币 对 那时候是半夜三点多 家属九十分钟之内 把钱筹到 用麻袋装 没有报警 然后结果 我可以理解 因为有时候 在这种情形下 一定是先希望 票票平安过来 对 然后约在哪交钱 歹徒就说 交钱 不用交钱 你放下去就好 放哪里 放哪里 荒郊野外 对不对 对啊 牧原好不好 没啊没啊 没啊没啊 对 没有 放监理站 监理站 这也是中心 对啊 人多的地方 然后他再去取 来 取走的时候是多少 五点多 两个小时 三千万 落袋 不觉得 速度快 不是 我跑这位新闻这么久 我没有看过这样 而且都精算过 有没有注意到 整个人 绕的路线 全部都在市区 那你记不记得 当初知名的企业家 他被绑 然后他的太太 夫人 是知名的隐姓 对 当时去缴款 都还要什么 高速公路 路肩 然后怎么样 对不对 都是一些比较 没有什么人烟 荒凉的地方 或是不好追的地方 不是 看到了 我就告诉你 你知道当初 他要绑这肉票 你有什么样 随机起义 临时起义 你说刚好什么 什么餐厅门口看到 或哪里看到 就跟上吗 看到就觉得他有钱 就觉得他有这实力 90分钟筹 3000万 早就有计划的 这案子 他绑了那个肉票 2019年刚结婚 他本身家就富有 然后他又是 自己有在投资 网路博弈事业 你看当初他结婚 最近出的钱的量很大 现金 对不对 有金流 好了 你看他当初结婚 灌溉云集 尤其那艺人 你看110桌 然后那个艺人 光场地准备花两周 我说的是被害人 然后你看当时他婚宴 这个场子的规模 比这个嘉义市政府办的活动 还更大 人家有这实力 然后当时结婚的 那个艺人的阵仗 大家自己看一下 好像办音乐会一样 对 好像办演唱会一样 还以为是嘉义市政府 在办活动 大家都知道 有这个婚宴 大家都知道 地方有这个文人 所以大家都知道说 他们的家里的底很厚 所以刚刚歹徒也知道 被击毙的歹徒也知道 你知道他怎么做吗 他怎么做 各位知道吗 他就在 肉票 家附近租一个房子 然后开始监视 就进监控 监视肉票 我就可以知道 你平常进出的时间点了 结果就发现 他有时候回去 那间18管按摩 然后就去 回到1月24号 然后再把他车上装了GPS 还装GPS 所以相对的 你的车子移动的轨迹 跟路线和方向 我全部撩弱指掌 我知道你什么时候 会出没在什么地方了 观众朋友 我们讲这个 我是真的觉得 大家引以为鉴 这代表什么 有人在注意他了 我要提起他小心 他还跑去他的车下面 这是什么样 绝命毒师吗 就直接这样子 还给他装个GPS 那不是等于要做这个动作吗 对 我觉得好恐怖 这发生在台湾 好 然后结果 就绑了嘛 就回到我刚才讲 绑了 绑了之后呢 你是肉票 那你要不要报警 要啊 没报警 怕对方报复啊 我坦白讲 那心里很恐惧很忧郁 所以钱付了 肉票获释了 但是这件事情 警方不知道 可是道上有传啊 道上已经开始传开来 所以警方的时候 就有耳闻咯 就隔二三天 到二月十五号 才报警 那警察报警之后 马上组专案小组 还有刑事局 难打中心 总共一百多个专案小组 可是那时候 他们报警的时候 好像报出去的 那个付出去的赎金金额数字 比实际的要少 对 好 那其实不管怎么样 到底是三千万 还是三百万 那我认为啦 是不是也许 就以我们跑社会新闻的 角度来看 警察问我 我就说三百嘛 讲少一点 对 这件事看是不是 歧视你人 之类的啦 能够平安就好 我可以理解被害者 为什么会这样想 对 可是警察不能这样子啊 你只能不能当做不知道啊 所以就回到专案小组了 南达加高雄警方 南部达集中心 对 一百多个 专案小组一百多人 然后就掌握起职 掌握车格 停啦 嫌犯在那 就去了 好 原因想要盖票打的 你知道自己让我想到 这个案子让我想到自己一个经验 刚刚我跟你聊 我以前在新北市 跑社会新闻 那那时候全新北市各个警局 我都都是我的跑侠的 跑的范围 那有一次我那时候在板桥 然后跟刑警队 那时候我们是叫台北陷阱局刑警队 但是现在不是叫 现在叫新北市警察局 然后刑警大队嘛 那时候叫刑警队 然后就跟一个 一个小队 那天我去刑警队的时候 我就问说最近有没有什么案子 就那小队长就说 最近还好啦 不过小队长 我等一下带你去吃日本料理 那时候是大夜 就晚上半夜的时候 半夜吃日本料理 对 因为那边有个夜市 那家日本料理大概会开到C12点 一点都还营业 我就说小队长 我吃宵夜OK啊 带你摄影机要拿着 吃宵夜干嘛 我怎么知道 他讲我就带嘛 带着 带着设计 然后就跟他还有队员 然后就去到日本料理店 然后一进去的时候呢 就做了一桌 然后我就拿了Menu 我就很开心想要点菜 就那 他的小队长嘛 然后旁边的队员 然后就这样 你还真的点菜 拍一下 什么意思 他就拍我 然后说你还真的点菜 我怎么不对嘛 不叫我 这个料理要进去不是吃东西 要不然进去做什么 对啊 他说你还真点菜 然后我说不对嘛 就看一下小队长 小队长就 那小队长人其实很nice 小队长就温和的对我笑一下 没关系 你们坐 他就站起来了 小队长就一个人站起来 然后呢 我先讲哦 我们是来吃日本料理的嘛 所以他既没有穿防弹衣 他也没有什么枪拿在手上 还是干嘛的 他就往一个包间走去 然后往到包间走去 他就直接走过去 然后就把包间 包箱门打开 然后打开的时候 哎哟 那么巧 你们都在这哦 然后他一讲话 那些队员就站起来了 就站起来 然后就走过去 等于说他们不是一起走去 他是等小队长走过去 把门打开的时候 他们才站起来走过去哦 然后这时候我就想说 那我也去看一下 怎么回事 就过去 就一直走进去 里面全部都是一些 标形大汉 李平头 看起来来者不散的人 坐在那 手上的人坐在那边 吃东西 我认为就是 好 然后那些人表情都超尴尬的 那些人坐在那边就这样 我示范一下 他表情都这样 然后小队长就走过去 我这一定要示范 比方说是这位 你坐着 大哥坐 比方说就是这个平头的 然后他的表情 你要露出很尴尬的表情 哎呀 怎么在这里遇到你呢 钢哥 这样子 好 然后结果他说来小江 钢哥啊 认不认识 我拿摄影器 他还叫我拍 我就拍 然后走过来 我就想说认识嘛 钢哥 那因为小队长站这 所以我要走过去那边 我就走一下 我走过去 钢哥 钢哥 我就发现钢哥后面有一把枪 你说后面藏着枪 不是藏着枪 插着枪在他背后 那你小队长是怎么回事 我问你枪子有两种 一种是有牌的 一种是无牌的 有牌的是警察的 无牌的 黑道 我那时候就是一头雾水 请问这位小队长叫 但是他不叫他钢哥 我是举例 请问这位背后插着枪的 这个平头男 是小队长的学长呢 同僚呢 同事呢 还是他是大哥 这都要我事后才会知道啊 我现在是倒续法告诉你 他是大哥 黑道大哥 他不是什么同僚什么的嘛 所以背后那把枪是黑的 没有牌的枪 对啊 我那时候不知道啊 然后结果小队长 我还洒乎乎的 跟小队长死眼的时候 一直说那边有一把枪 小队长根本当作 好像没 从耳不闻 然后他又跑去旁边 又跟另外一个说 比方说这位叫博哥 博哥好久不见 他到博哥这边 就没有那么nice了 博哥好久不见 身份证我看一下 那我这时候就知道 这绝对不是你同事了嘛 同聊了嘛对不对 那怎么会叫身份证我看一下 这个气氛跟场合 我的拿手机在拍的那只手就开始抖了 摄影机在抖了 小队长还是依然飘悍的站在那 没穿旁 万一一个不小心搞不好喷纸就出来啦 好不啰嗦 这时候小队长就直接进入重点 干员都在旁边 但干员都是这样 应该知道就这样 我知道大家可能会说这符合SOP吗 有时候有些刑警在办案 没有你们想象中有什么SOP啦 因为每个环境每个场景都是截然不同的 对啦 我们不要去讨论什么SOP 反正我就把我当时看到就这样就对了 小队长就讲 他很温和 还是很com down的跟他讲说 是不是不拿出来是吧 没关系 我现在走出去 你们就两个选择 一 大干一场 二 让我靠回去 小队长就走了 干员也走了 然后小队长就这样 然后大家干员就 然后我就一头 我是追一头污水的 你也跟着出去 就出包间 然后我们就坐回我们自己的位置 小队长说 点菜啊 我说他要点菜 你还点得下去 包间盆打开了 大队长 坐下回去 回去心理队 就免除了一场枪战 可是我告诉你 我觉得刚刚我讲的那整个过程 让我觉得精力比精力真正的 真枪 实战 枪战 还可怕 因为我更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开枪 我还不晓得他就是黑道 还跟他站那么近 我就站他旁边 没人回想这一段 都觉得很吓人 但是 刚刚我突然想到 我们以前的跑新闻 你应该有印象 说我们台北西区 有间知名的诊所 叫做专门抢救黑道的诊所 有印象吗 庆生啊 这间医院 我先讲 因为他们是由警察 在讲一段 当时他学长经历过的真实过程 这家诊所 他当时在他的这个回忆里头 他是有给他一个代号的 那我们就姑且用一个代号来称呼他 这家专门抢救黑道的诊所 曾经发生过命案 我刚刚说这个命案是 当时发生过程是这样 就是傍晚的时候 在值班台的护理长 那那天因为 他们医院有准备要下班 那有很多营业额收入的钱 都是放在柜台抽屉 那但是护理长那时候 还在忙结算啊等等啊 因为那个时候 并没有什么信用卡 大家都是附线的 也或者说 既然这个诊所 他是这样的特殊的诊所 所以通常都是现金交易 当然是受現金啊 黑道不能去真正的医院 取子弹逢刀商来这边 那稍微还可以 还可以撕卡的 一定要撕現金的嘛 还在那边结算 那护理师就说 护理长 那我就先下班了 先下班吧 护理师就下班了 就一下班 那护理师隔天 再上班 一打开医院的门 怎么样 护理长死在值班台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而且他怎么死的呢 其实很简单 他头部都要重击 然后放医院收入现金的那个抽屉 里面的20万 不亦而非 那就是被抢 杀人劫财 对 杀人劫财 大案子 不要说早年民风存仆 现在都是大案子 对 结果 写这故事的这个警察就回忆 他的一个学长 他说他这个学长很厉害 就是那种很资深 但是一直都只做一毛三警员的 不做寻佐 但很资深的那种 连寻佐看到他都要问他说 学长 有没有什么可以指导的 他当时 他说这个学长 就是专案小组的一员 好 那各位 我们听到这 这个案子要怎么查 很简单 调监视器嘛 对 看看有没有证人嘛 什么目击者嘛 什么的 全部都是断点 没有医院内部没有监视器 然后呢 没有目击证人 对 那护理师那时候下班回家 然后回家 然后隔天再来 那没啦 这个案子还有什么 那这个当中 没有任何的人证物证 你根本不知道 这案子怎么办下去啦 你指纹都没有 那糟了 可是又大案 卡住 卡住之后 当时我讲的这个主角 学长警员 他就跟专案小组的一些学弟讲 现场除了扫钱 还有护理长手机也不见了 这个手机 我研判歹徒拿走 那 虽然我无法确定 这手机他拿走会不会丢掉 还是干嘛的 但也是有那么一丝丝可能 如果他又拿来用的话 那就有舒适马迹 可以找到他的位置 在什么地方 用三角定位可以定到他了 去请票 监听票 进机房 监听 再热也要听 听到什么 就能够找到手机 搞不好有破案的机会 好啦 监听两个多月 没消没息 那就看来没任何动静了 那时候警 学长的压力很大 突然 学长好消息 我们刚刚监听到 这手机有动作了 发了一通简讯出去 那通简讯 传的是174 三个号码 174 那时候学长跟你表情一样 不太懂 但是他觉得管他的174 是什么意思 不太懂 但是赶快定位 找出手机所在地 就这时候又传到第二通简讯 学长就懂了 第二通简讯 当时的简讯有字数的限制 七十个字 大家看一下 174 刚好七十个字 那这么多次 我想在愚钝的人 都知道什么意思 一起死 而且他就觉得 这简讯怪怪的 带怨气 这时候学长就回忆到一件事 他们当时在机房监听的 这些所有的专案小组成员 只要去监听 都会做一个噩梦 什么样 而且他做的梦内容都差不多 就是这些警察下班之后 回家睡觉 然后就会做噩梦 梦到自己站在一个 身不见镜头的长廊 然后你两只脚 站在那边 两只脚被钉子 钉在原地 不能动 然后这样的场景 就已经够吓人了 然后这时候你会突然发现 长廊的镜头 站了一个 穿白衣的女子 没有头 你说的该不会是 那个死者吗 很明显就是 只是他们就不说破 然后呢 觉得很恐怖 这时候你会想逃 但两只脚被钉着 你也跑不了 就在这时候 那个女的看到了你的恐惧 他就会突然 就像 争执这种电影一样 从电视机爬出来的速度 是超快的 他从那镜头冲过来 用手刀 冲到你面前 那冲到你面前 虽然是警察 在噩梦中还是会吓到吧 吓到又跑不了 这时候就尖叫 发现喉咙又被锁喉 讲不出话来 喉咙不多人 遇到这样的状况 这时候这个白衣 无头女 就会碰到你 然后你就 好恐怖 然后就醒了 大家对一对 大家梦都一样 那你先用这个 所以那时候学长就讲 死者应该有怨气 来帮忙办案了 好啦 找到GPS 定位所在 手机所在地 钢哥 会同房东 开门 是一个大学生租的 然后大学生被抓 然后现场也起出了 十多万还没花完的账款 这案子破了 那最正确实 好了 来来来 为什么要犯这个案子 他说我那天去打棒球 经过医院 然后看到 那护理长在值班台 然后我就站在那边想说 抽屉可能有钱 然后我就在那边等 然后护理长就站起来 刚好去办别的事 我就冲进去 然后想说 四下无人赶快 偷了钱就走 就没想到护理长折返 我就拿棒球棍 敲他脑袋 所以他脑袋才会 被重击嘛 对对对 然后我就抢走了 就这样 就这样就结案了嘛 可是呢 就这个资深的学长觉得 这案子哪里 哪里那么简单 这个他看听起来太单纯了 对 然后结果他就决定 继续征讯这位大学生 认为说你讲这个 我觉得不尽然是全部的过程 所以这大学生的这套说辞 有可能是假的 后来被突破心房 大学生就说 好我招了 祖先 虽然下手是我 但祖先 就是我的女朋友 那位护理师 怎么会这样子 真的是 峰回路转 那护理师当时早上去开门的时候 看到护理长倒卧值班台 报警的是他 而且哭得最惨的也是他 对 那怎么反而会是 背后祖先是他 大学生就明讲 他说当时他的女友 就是那位护理师跟他讲 他说我告诉你 你什么时间来 现金最多 啊来 放心 你就从容犯案 因为没有监视器 然后 我会告诉你 什么时候 然后钱抽屉 大家都讲得很清楚 重点他还讲一个 而且呢 你就是给他死 我看他不顺眼 那个老女人 动不动就骂人 这个案子破了 对不对 因为 这到这边才真的叫破了 就其他的学弟啊 就问学长 我们都觉得 他一开始那样子讲 我们就这样破 为什么就你 一定要继续追呢 就因为跟我们做噩梦有关吗 就因为这简讯器是 不知道谁 谁传的 然后无解 你就觉得邪门吗 那学长为什么会有这样 学长说 的想法呢 那些都只是邪门的一副 真正最邪门的 你们都没注意到 我们当时去那个 大学生的家破门 然后收到这只手机嘛 对不对 我有把手机拿起来 稍微看了一下 没有插信卡 没有电池 但为什么还会发讯息 不是鬼是什么 我才觉得这里头已经有 没有科学解释的元素在里头 这一定要查 因为有鬼的介入 所以这个案情有鬼 所以他才继续查 好那这是一个警员 诉说当时他真实听来的故事 所以你看很多案子 在办案的过程当中 其实很多事情会峰回路转 但是却要警察去抽丝剥茧 才有办法把这些案子 给破得了啊 对 那我们转述给观众朋友听 但是我想讲一个 这观众朋友 可能你会觉得嘖嘖成奇 你相信邻翼 你也可能相信有一些警察办案的过程 会遇到这样的元素 那你有听过哪个国家会特别为 灵异事件设一个部门叫灵异警察部吗 不可能啦 现在都21世纪了 南非就有 南非有设哦 对而且南非这个灵异警察部的部长 还是由一个博士来领军 博士doctor 好那我就先从 这个灵异警察南非这个部门 他曾经调查过一个知名的案子 开始说起 当时在1999年9月 南非发生了一个很吊诡的杀人事件 一个女富翁 她在自家被人发现 被人砍杀多刀身亡 血迹一路从一楼客厅 蔓延到二楼的卧室 死状一定很惨 那可见是追着砍 边爬边砍 然后二楼卧室还发现一个笔记本 笔记里面有一些很奇怪的那种 邪教的符号 然后还有什么五芒星 然后一楼的墙壁上 还有那个被划上 那个邪教五芒星符号的 那个那种奇怪的图腾 结果你知道南非警察 一看到这样子 马上叫谁来 那个灵异警察部的部长来 他叫做 这边穷科博士 就叫穷科来 那穷科那时候来办这个案子的时候 坦白讲他那时候已经快要退休了 那他来 他就怀疑说 先从勤财仇开始调查 这女富翁有前夫 然后他们就去查 他说是不是你前夫 为财害命 不可能 结果前夫没有 那他们就去查 前夫后来娶的太太 结果后来发现 前夫后来娶的太太 色有重贤 不对啊 怎么会前夫后来娶的太太 会色有重贤 处海生坡吗 勤财仇吗 对不对 都不是 各位猜不到 竟然是因为 因为他前夫 后来娶的那个女的 倒不是对他有什么怨恨 对这位 之前的太太有什么怨恨 不是 是他信奉邪教 而他当时已经走火入魔到认为 杀人才可以取悦恶魔 可是问题是他杀人绝恶魔怎么会挑到了前夫的前妻呢 先生的前妻呢 我跟你解释了刚哥 有时候如果一个人他已经走火入魔了 通常都会从身边的人下手 自己的子女啦 亲朋好友啦 因为比较好下手 我比较容易掌握他的行踪 对 好 可是 没证据 所以又陷入死无童 而且最后这个前夫的 后来续玄的这位 被怀疑是涉案的 被人称 当时南非新闻界称他叫魔女的 他后来自杀 那你怎么查 所以 变悬案了 变悬案 案子查不下去了 对 就后来呢 没多久 两个黑人 自首 你知道案子都已经变悬案了 都档案都数字高格了 怎么还会有人来自首 人是我台的 为什么他们两个会自首 那本来还以为说是灵异 什么扯到邪教嘛 邪教的话 这样的案子就解掉啦 没有 他们承认 他说 我们人是我们杀的 但是是谁叫我们杀的 就是那个前夫 后来娶的太太 你们称魔女那个叫我们杀的 而且杀 就是为了要杀他取悦恶魔 还真的耶 可是问题是 那个女的都已经死了 他们两个不出现的话 根本就没有人知道 是他们两个动手了 那为何他要出现呢 对 是不是也许他可能 一直被什么纠缠呢 所以他可能被诅咒了 或怎么样呢 就像我们刚讲 那种174那种 你怎么知道呢 懂我意思吗 是不是很恐怖 是 这个案子我讲到这边 大家就会说 其实真正让大家 让南非老百姓 都不是这案件的本身 是 原来我们南非警察局 还有一个叫灵异警察部 对 我怎么都不知道 我想全球应该也只有南非 有设这样的部门吧 对 所以观众朋友 我们要讲的是 有这种部 1992年成立 可能算是对老百姓来讲 有点秘而不宣 所以成立到后来1995年 掉下这案子的时候 他已经成立7年了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南非 他们有很多的萨满素士 我们叫巴洛伊 他们在当地常常会用一些 巫术 咒语 下祖宗 下古 对不对 不管是咒语也好 或者是可能用什么巫术 像刚刚我讲说五盲星 然后什么 对不对 对 然后召唤黑暗力量 所以他们南非的警察认为说 如果有这样的杀人过程的话 就要有这样的警察来调查 这个来 琼科博士 刚哥你帮我想一下 那个谁 靖努李维不是有缘故片吗 叫什么驱魔什么的 他们坑士坦丁是不是 坑士坦丁大帝 对 我觉得他好像 因为他们说进到他办公室 他办公室上面就挂了一个匾额 你猜那匾额写什么 写什么 耶稣基督圣血会保护我们 是这样 然后里头一堆他历来破了 这些灵异案件的那些凶器 比方说什么有用 用 用 丝油做成的蜡烛 那几次去采访了 那个电影 你驱魔神态里面的那个样的 有点类似 对啊 对啊 而且我觉得他长得有点像 你看 丝油蜡烛 符咒锁链圣经 心血文字符咒 奇怪生物头盖骨 好恐怖 你想像这是一个部门 警察部门的部长 警察部门里面应该不会有这些东西才对 他就回忆 他说他办过两个案子让他印象最深刻 大家来听邪不邪门 首先一 说他说有那个 遇过好像那个大法师剧行一样 有一个农夫 他的女儿被复生 然后结果呢 他说当时复生的是一个恶魔 那希望穷科 能够来 驱魔也好 或把他当成刑案来调查 可是你照理说 这个驱魔应该是要由教会的人士来进行 他找过了 他说他找过萨满来驱魔 所以教会的人士来进行也没有用就对了 那他毕竟是 这个我们讲的执法部门 他也有这个能力 就找他来 那不是刚好 你顺便也可以调查我女儿 因为他说他女儿被强暴 好阿久就去 结果后来他去 他说他一去的时候 他亲眼看到景象是什么 他说他们车一到那农场 才在门口停下来 结果一边 不知道从哪边来的 飞食扎到他们的车 怎么会这么巧啊 黑暗力量 然后呢 他说 还有他就看到 因为农夫有讲说 他们家的东西 只要谁碰到 他女儿的身体 就会烧起来 他们到现场 还真的就看到 那个屋子里头 通过窗户看到屋子里头 有很多东西在飞在烧 在飞在烧 然后呢 他到现场 就突然 他说 很奇怪 我觉得他可能就是 身上有很多的正能量 你知道吗 正义的能量 刚不讲吗 耶稣基督圣血保护我们 对 就像基督里为一样 他说他一到现场 突然 突然 就冒出了一个 小小矮矮的黑人 就突然冒出来 然后结果他就把他拦住 你谁啊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 对他说我要离开 然后他就说不行啊 你这里是一个 我们要调查案子的现场 你又不是这里的人 你突然出现在这 你一定有鬼嘛 他就说 不管 我要走 那当然不能让你 就把他抓起来 结果后来才发现 就他 就是他 他不是恶魔 就是他下的 我们讲的这种 巫术 让他的小女儿 好像被恶魔附身 然后还被恶魔性侵 然后家中的东西 至于说 为什么碰到小女孩 就真的会烧起来 是那个小黑 矮黑男 用了什么江湖伎俩 我不知道 还是真的有这样的能力 这个我想 还是恶魔的力量 寄到他们家里面去 那只有穷克 因为穷克也没有给我们答案 穷克只说他看到这样子 那却有其事了嘛 好 再来 他还说有一次 说载着一个嫌犯 然后那个嫌犯也是属于那种 就是用巫术在犯案的 就他说在增房车后座 被靠在那 就经过一个坟场 就经过一个坟场 看到一只黑猫 他整个人就抓狂了 他就突然就变得很亢奋 他说我看到黑猫 我要喝他血 然后记者就问他说 穷克博士 你讲这一段 是要告诉我们什么 他说你不晓得 那时候很多的一些 就是这些会犯案 借由这种巫术犯案的 这些术士啊 有人就是信奉那种 黑猫仪式 就是他们认为黑猫 在祭典当中奉献给魔鬼 然后呢 他们还会领虐那只黑猫 然后最后黑猫死掉之后 他们在喝下的血 他们法力就会增加 好 这是两个 令穷克博士印象最深刻 他们等于把他们的灵魂 给卖给了魔鬼了 不过立刚你刚才讲的一件事 就是说执法部门 有这样的部门 还是怪怪的吧 是啊 后来终于在抗疫的声浪当中 就在他2000年退休的 那个时候 我再猜他可能也是有压力而退休 2000年这部门被关了 本来这个部门还可以破很多案子 结果现在反而被关掉了 那可见被关就代表 要么是有社会舆论的压力 就觉得怪力乱成了 要么就另外一种压力 要他们关掉 还有一种就是 我觉得你就是在骗的嘛 可能没有科学依据嘛 对不对 江湖术士嘛 通通关 错了 关了之后2006年 竟然又重新启动这个部门 代表政府觉得还不能关 因为这个部门相对 他们能够在一些超自然的力量当中 找到一些案件发生的原因 只是部门的名称改了 之前我们讲叫灵异警察 他本来改成叫 有害宗教组织犯罪 调查 2016年重新启动 怪怪的 2016 麦克来了 把他找回来 之前不是叫人家退休吗 不是把人家冷冻吗 他找回来 很妙 应该是这几年当中 有许多案子没办法破得了 所以需要他来解惑了 很妙对不对 对 没错 这个大概只有穷科博士自己知道 没有人也讲一个 这个大家都知道 这个案子呢 大家都很清楚了 这个国内 这个我们晓得 被媒体称为 阴阳界 天王跟天后的之恋 好长 阴阳界天王天后之恋 好 那这个 我晓得 大家对李世聪应该比较熟悉 龙岩的创办人 那右边呢 那一礼 大家也很熟悉啊 对啊 五年级生 应该 要长笛啊 应该也是你的偶像吧 对 想那么小声干嘛 对 对啊 长笛吹得真的不错 对 偶像 那他们两个本来就是红 他就踏红粉之急嘛 好多年了 为什么 不是啊 这有媒体拍到啊 2018年的时候 那时候还记不记得 他们两个人通游日本嘛 坐那个 坐高级列车 对 六天五夜的 几十万的 对啊 然后你看 搭乘豪华列车嘛 九州七星号 摟腰拍臀 捏脸 放闪 随后又拍到两个月 出国三次 我想 这讲红粉之急 应该不回过吧 媒体他们 都已经跟着拍了 拜托我们两个 狗仔都跟拍了 我们两个感情那么好 我都没有摟过你的腰 拍过你的臀 拜托你先搞先求对象 好不好 我也没捏过你的脸 对对对 交情之好 就不用多说了 好 可是呢 可是呢 为什么突然要讲他们 因为最近啊 就有媒体就在讲 说什么 他们好像 就是情越来越淡 不是这样才两个 比方说 媒体就报道到说 就是赖女士呢 在跟别人讲道理 是从的时候 就讲那个人 用那个人来形容 对啊 你说那个字眼上面改变了 你觉得呢 以后我跟人家说戴一纲 我都说那个人 那表示交情不太好 所以你才会用这样话语讲 对 好 再来去年八月后 就很少一同出席公安场 他们以前常常 有时候会被人家捕捉到 公安场 那现在少 是不是怕被狗仔跟拍 没有 因为十月 他不是脑病变 脑流进医院了吗 对 然后进医院之后 他家人在照顾 媒体就讲了 老婆在照顾嘛 还有儿女在照顾嘛 他也对儿女嘛 他就没有办法去探病 那从去年十月到现在 不知不觉也快五个月了 他怎么好意思去探病 人家老婆在身边 我觉得这里头还有一个是 这不是不只有 好不好意思 还有你能不能探到病 对啦 你要站在人家 家属一定会阻止 所以他是不是有钱有权 那你要站在他的夫人 跟他的儿女的立场想啊 你们觉得他们会希望 这位红粉之己来探病吗 那当然不希望啦 那来 这个我们稍微勾喜一下 大家的回忆 因为赖女士呢 长笛公主五六年级生 就很熟悉 为什么呢 因为女神嘛 好女神 那早年他的婚姻是这样的 他曾经嫁给过某知名资讯卖场的董事长 可是那段婚姻 虽然有生一子育女 但没有维持很久 然后后来离婚收场 然后呢 他保养的真的很好 因为虽然离婚 也生过小孩了 可是你看他站在观影旁边 他是他舅妈 你看看像不像姐妹 像 你看看人家年轻的时候 坦白讲后来因为 嫁给蔡丞阳也不算年轻了 这是不是很漂亮 我刚才跟资讯大夫说 我觉得很像顺慧桥 你看 他后来嫁给蔡丞阳二婚 但为什么会嫁给蔡丞阳 不是嫁给别人 他们结缘是一幅画 叫雷诺瓦油画 是印象派大师 为什么 因为有一次议员机会 他去办公室找他 结果就看到他办公室挂了一幅 印象派大师雷诺瓦油画 因为我们想到蔡董事长 生前是一个艺术爱好者 那他喜欢 他喜欢懂艺术的男人 所以你看两千年 他们两个就结尾年龄 因为艺术而结婚了 那我们知道后来蔡董事长 因心上病而走 对 那后来就回到他 后来就跟李世聪 有没有 交情很好 变红粉知己 是 变红粉知己 对不对 可是我们要讲啊 就说那你站在红粉知己 李世聪的家人立场 一定不太希望能够接受 儿女母亲都不能接受 儿女就极力反对啊 是不是 好 那李世聪自己本人是怎么看这一段的情缘呢 他说 他说 他据有人转述 李董 很多 有时候在参序的时候都讲 拿他没辙啊 为什么叫拿他没辙 也就是说 可能就蛮肯定他的 他的确是 在生意上 或在事业上 对他是有帮助的 所以他是非常的 认为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 对 所以当我这样讲好了 我说 我真的拿我那个女性朋友没辙 我小孩听到 听到没辙不是开心 听到是会起戒心 是 我老爸拿他没辙啊 看到没有 这里头 政公太太刘萍 长女 还有长子 他们在这段过程当中 他们就有戒心了 那因为为什么 因为钱啊 因为权啊 我刚讲了 三乘三的股票 价值百亿 还有权啊 董事啊 那个可不得了 那后来现在都成功 移转给长女跟长子了 都成功移转 因为爸爸也生病了 对 不过我们来看一下 过去 有人就去发现 其实李董之前 在赖英里 这位红粉自己之前 赖英里还有五位学姐 大家看第一任 第二任 第三任 第四任 第五任的学姐 大家仔细看一下 这三个 真的都对他世界上有帮助 你看这个女员工 这个女副总 这个某建设公司 美女高层 而且这两位还帮助当时的李董 能够入主某建设公司 李董桃花还蛮旺的 对啦 但我觉得坦白讲 钢哥 我也想帮大家说句话 这个有钱 桃花自然就很旺 没有吧 我觉得这还是要看个人的这种心态上的问题吧 对不对 你是说有的人有钱 他并不想搞这种桃花 对啊 但我的意思 我是针对你刚才讲 就是说他桃花很旺 我想说有钱的男人不就作怪吗 口袋还是不要有钱就不会作怪 像我们两个口袋没什么钱 我们觉得我们没资格作怪 我们也不想作怪 我们从不作怪 这个很严肃 因为我太太有在看 那你看 还有这个有没有 你会发现说 他的学姐们 对他历来 要么就是生儿育女 要么就是有事业上的帮助 所以你到这个第六任的红粉之期 你就会发现 他有共同投资 你看事业上有帮助 对不对 然后李董还投资航空公司 而且还入股 他现在主导的韩社 就是蔡董交给他的 有没有 好 那主位到 所以说等于事业上有帮助的 相对的就走得近了 那走得近 那你站在他立场想 你站在他儿女的立场想 那 那 最后一张这个还给我 那就回来了吗 你要回到哪一张 这两张 那就结论不就来了吗 那 那你还会让他们继续 能够 当然不行 靠得近吗 不能 靠太近的话 他后面的时候 钱的问题 对 还有小事都变大事 那你当然就 就没有办法探得到病 对 那探得到病 就 情生缘前 然后就只能 而且你想想看 在现在这时候病重的时候 好朋友没办法来探病的时候 那病人他自己本身心里面会是怎么想法 那就只能分了嘛 可是你有没有觉得最近的 我们看到 包含了这些这个桃花的这些新闻 还有包含了台湾的社会案件 那这段时间当初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整个台湾的治安的状况来说 好像最近并不太稳定 我也觉得 每况愈下 对 去年我们不是讲说 庚子年吗 对 庚子年灾多 对啊 新冠肺炎就是一个灾 其实你知道 我前几天在跟一些老师聊 他们就说 薪酬本来就也不是什么 很顺畅 薪酬年也不好 对 庚子年不好 是因为我们叫庚子之乱 对 那这就不多说 庚子每六十年一次大乱 他们说薪酬也会很动荡 所以他们说 我们现在 我们观众朋友 在经历这样的一个庚子转薪酬 你要小心的就是 这个流年的转变 你要怎么样能够让它很实目实的过去 而且你包括像之前的法国的一些预言大师 大家还记得吗 他不是就曾经预言过 说到2021啊 对 曾经成功预言过 纳粹会崛起 还有什么911攻击事件的 这样的一个 法国的一个16世纪的预言大师 他就讲过啊 他说2021还会有战争 2021会有战争 对 那2020还会有战争 这就让我们想到的是说 还有 还有讲到病毒 那病毒战争 病毒 不用多说 病毒现在正在发生 对 那还好我们现在 终于手批疫苗来了 对 可是战争 前几天新闻 大家有注意到吗 就美国的这个 前的这个有关国防的顾问 他不讲吗 他说现在 全世界最火药的地方在哪 台湾 在台湾 那再加上我们刚才讲到说 很多人都认为 可能也许在不久的将来 会有战事发生 以前我们都会把焦点 放来是北韩 对啊 因为北韩那边本来就是 人家都说朝鲜半岛是个火药库啊 不然就伊朗 是 中东 可是结果现在美国人出来讲话 说是在台湾 可是你不觉得最近的 从南海的议题 一直到台湾的附近的 这个海域来说 我们看似好像平静 其实实际上来说 好像都快风起云涌啊 是 我是觉得 台湾其实现在呢 我觉得执政当局 不需要 只是一昧的对抗 你就以凤梨事件 凤梨也是一昧的对抗 你不要让我们卖过去 不卖就不卖啊 不是 你不卖就不卖 然后呢 那然后你组成的凤梨国家队 你要如何帮助这些凤梨农 你想想看大陆 可是有十几亿人口 可以吃凤梨 我想讲的是说 我们现在只有两千三百万 对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不是只是跟你的 就如果执政者认为 对外是你的竞争对手 是你的敌人 那你不是跟你的竞争对手 和敌人只是碎嘴说 不做就不做 那然后呢 那你要如何自立自强 对 好 那我们就说凤梨国家队 那你凤梨国家队 你有没有真的去想过说 我们的凤梨问题出在哪 你以为他们想卖大陆吗 没有 刚哥我跟你解释 你甚至说凤梨农 今天卖日本也是赚钱 卖江亚大也是赚钱 卖澳洲也是赚钱 我干嘛叫卖大陆 因为他不得不卖大陆 就是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冷链 冷链系统没做好 你知道吗 产销产销 不是只有产 还有销 产是凤梨龙 他把他这个 官庙的金钻凤梨 种得漂漂亮亮 好好吃 台湾骄傲 但销呢 销的硬体建设呢 销的硬体制 就是我们讲的货柜 然后送 他为什么卖大陆 因为当你的船 送到大陆去 距离短时间短 马上就可以进到 大陆的这个仓竹去了 晚上八点上船 隔天五点就到厦门 对不对 好然后大陆人就吃到了 所以我坦白讲 我们可以不要 跟大陆做生意 OK 我们不要把鸡蛋 就压在同一个篮子里 但我们要帮他们 想的是那怎么办 所以产销产销 那重点还是要把 这些农民找出一个出路 销 你要怎么样把这个销 能够做好 那就是我们讲冷链 我举个例子 各位 你知道最近 大家在社群网站 有没有发现一个 很吊诡的事情 大家都收到一个文章 就是说台湾有几个 知名做凤梨的罐头的厂商 那就他用凤梨是哪里 东南亚的 有泰国的 有菲律宾的 所以我们不是 一直在推南进吗 当我们在推 他们的凤梨跑到 我们这边罐头 你有沒有发现说 当我们在推 凤梨南进的同时 或蔬果南进的同时 其实我们南进 也有很多竞争的国家 泰国也好 菲律宾也好 而且连我们自己 台湾的凤梨罐头商 都也用他们的凤梨 那你执政者注意到没有 没有 好 OK 那为什么我要提这个 就是你要注意到 你才会知道 真正的问题 要如何解决 而不是刷嘴皮子 你说 那我们现在这边 不是也只是洞口 不 我举个例子 大家看 我们是真的有一些 提出建议的 你今天 我刚才说的 产销产销 你如果说 要来日本来帮我们 不是说 现场你还讲 讲了一些言论 大家觉得有争议吗 就什么不应该叫日本来帮 假设日本要来帮我们 那你凤梨送到日本 大概传奇五到七天 你送到日本五到七天 这个凤梨如何保持新鲜 你如果没好的冷液系统的话 你过去可能就坏掉了 送到厦门是九小时 送到日本是七天 你要如何让日本人消费者 打开我们台湾金钻凤梨 观庙凤梨的时候 它依然是很新鲜 这样的一个销 我们讲配送的管道 请问是农民可以自己解决的吗 没办法 那要政府的协助 对 人家在国外南美洲 我们除了菲律宾跟泰国 是我们最大的竞争 凤梨竞争对手之外 各位知道还有一个国家吗 哪里 哥斯大利家 哥斯大利家有吃凤梨 日本的 不过美国好像倒没有 美国华人街里面的超市里面 倒是没看到凤梨 那它是不是我们潜在的市场 因为周倩你昨天拍了一个影片 结果在那个美国超市里面 找不到凤梨的 好 那OK今天如果我们能够让美国人 加拿大人都想要吃凤梨 那又要让 哥斯大利家不会赢我们 我们要赢的是什么 我用一个日本人 他举的例子来跟大家做收尾 日本有一个很有名的蔬果配送商 叫Farmine Farmine的社长 他曾经来台湾 做交流的时候 他讲过 他说你们台湾的凤梨 送来我们这边 七天 哥斯大利家送来我们这边凤梨 四个礼拜打开来 你们台湾的凤梨有少数竟然发霉了 可是大吉他就没有 为什么人家可以做到这么好 社长讲不是你们台湾的凤梨有问题 你们台湾的凤梨 其实是比各自大家的好的 是那个运送的过程 那个运送的过程 人家送了四个礼拜 就人家冷链技术有到位 不过中博 这个情人节之前才刚过 那时候你有没有送你老婆金沙巧克力 我是有送他巧克力 你有送巧克力 对 但是有在送更那个的 好吃吧 就是更贵的那个 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 你现在食药署就要在规定说 巧克力要严格规范 那个名称的命名 要干嘛 怎么样 你可以举例吗 巧克力里面如果你的含量 没有达到25%的话呢 另外你的里面有植物油的话 超过5%的话 你不能命名叫巧克力了 我想起来我懂了啦 就是他可能觉得 就站在食药署的立场 就是觉得说 比方说以金沙巧克力为例 叫金沙巧克力啊 你植物油如果超过5% 那他觉得那你巧克力的纯度 就没有那么纯 你不能叫金沙巧克力 可是他背后翻起来 不是那个里面后面都写 名成分 写得非常详细而清楚啊 他觉得你名字也不能误导啊 他觉得食药署觉得说 你可以叫金沙 珍果巧克力 或金沙含馅巧克力 含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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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馅里面有巧克力 那你不能叫金沙巧克力 会觉得好像很纯啊 可是这样听起来 不就很奇怪吗 我们已经这么多年 只是个名称而已 为什么现在连名称 都要给孩子做限制 其实刚哥我这样想 大家观众朋友也知道 我讲话通常比较理性 我觉得如果食药署 他的出发点是为老百姓好 就在我们在食品安全的消费上面 对消费者比较有保障的 我都乐观其成 可是事情有轻重缓急 对吧 当然啊 你认为如果在这个名字上面 你很在意的话 在成分上你很在意 毕竟他其实还没有身体的伤害 他只是有没有够不够存而已 可是他背后的明明每个成分 都写得清清楚楚 对 他里面还有什么东西 还有什么东西 都写了百分比多少 多少都写清楚 只是他叫做金沙巧克力 我讲嘛 我就说 他现在就是觉得 你这个名字要改嘛 你这让我想到什么 你知道 Costco之前不是一大堆人 去抢这松露巧克力啊 对 他们这松露巧克力 一整柜上去之后 大家疯狂的抢 拖板车推进来了再抢 抢到最后抢了两三个月 发现后来不抢了 因为大家说 松露巧克力里面没有松露 自然名字叫松露巧克力 然后大家都说 松露巧克力里面没有松露 我刚才还看到有网友留言说 那月亮 虾饼没有月亮 太阳饼没有太阳 老婆饼跟老婆 对 因为你饼里面没有太阳 所以你不能叫老婆 王子面没有王子 王子面里面没有王子 天啊 所以我刚刚讲到一半 刚跟我的想法是说 这些他们是认为 可能在名称上会有 欺骗消费者之嫌疑 以巧克力为例 所以他要你改成 比方说叫做含线巧克力 或什么榛果巧克力 对不对 但是 那你这样七七乳加巧克力怎么办 那我不知道 七七乳加巧克力风味 七七乳加含线巧克力 含线巧克力风味 也可以 风味 那只是改正名称 那岂不是还不是 你不觉得好像有点 在这个多化蛇添足的感觉 所以我刚才讲 轻重缓急 那我刚才不是说吗 我说他这个只是觉得 有没有欺骗之嫌疑 所以他希望能够证明 但是他其实对身体 并没有伤害 对不对 那结果对身体有伤害了什么 莱猪嘛 那你莱猪反而不赶快 加紧时间去研究 干脆标有含莱克多巴胺 跟吴含莱克多巴胺 这个标好像到比较简单一点 我跟你说 这个东西好像才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它有食安问题 它有我们消费者 难不成现在这个时候 借着巧克力来本末导致一下 这样让大家那时候看到 后来就把焦点整个转移掉 最后呢 反而忘记 真正我们该要在食安上面 特别注意的事件 而去忽略它了呢 我知道你就是说 可能也许政府想要转移焦点 嘛